好,請問我們怎麼很難的嗎? 我想跟你講說,因為十年前的黃色小鴨為高雄帶來三百到四百萬人一次的公共投票 那這次有沒有信心可以超越? 喔好,我想其實剛剛齊曼市長跟港務公司李董事長其實已經提到 這一次的黃色小鴨重返高雄灣是一個港式合作的雙領的局面 而且這一次齊曼市長也特別宣布我們會有兩隻的黃色小鴨 所以我想觀光局跟市府團隊對於會吸引的人潮相當有細心 希望渴望可以超越十年前欣賞的人潮 這樣可以嗎? 謝謝 好,謝謝,謝謝 還有要問什麼嗎? 對,我要另外訪問你 好 因為我要過你的節目 喔好,恭喜你啊 好,謝謝 但我可能要不講是我們自然會認識 好,沒問題 好,沒問題 沒問題 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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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持人的來自拍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 還有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的劇長 高雲也高舉大 嗨,主持人好 我是明琳 各位視頻朋友,大家好 劇長我們今天有那個Wonderland 是不是不得了? 是,我黑座 可以介紹一下那個Wonderland冬季遊高雄的活動嗎? 好,其實今年2024高雄燈會非常特別 也就是我們把黃色小鴨帶回高雄 而且一次會來兩隻 希望給市民朋友有雙倍的歡樂跟愉快 那最重要呢,我們的這個活動的場域 除了在愛河灣上面有兩隻黃色小鴨 我們也會在這個16號到18號碼頭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2024高雄Wonderland冬日遊樂園的這個活動的現場 那現場非常有趣 會有將近100個美食的攤位 10集之外呢,最重要是有非常多的這個兒童遊樂設施 大型的7店 那包括這種有昆蟲森林主題 動物派對主題 太空主題 那也會有像小朋友很愛的小火車 咖啡杯 旋轉木馬等等 那此位最精彩的 我們還安排了非常多場的這個劇場的表演 那有包括這個指風車 還有在地的豆子劇團 蘋果劇團 那也會有一些馬戲跟互動的演出 那現場還會在整個碼頭邊 會有非常多的這個裝置藝術 都非常適合民眾來拍照打卡 所以超級好玩 大家過年一定要來各鄉七頭 這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呢 好,那是1月27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六到2月25號 那每個週末都會有相關的這些市集 跟東日遊樂園的設施都可以玩 那最重要的是呢 在過年期間初一到初五 還有週末六日都會全部的開放 所以非常歡迎 市民朋友還有海內外的觀光客 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來高雄過一個暖 東的高雄過一個好年 除了你知道過年很多人都想來高雄 高雄真的很溫暖 是 那除了說我們在玩的在這邊之外呢 局長有沒有推薦高雄有哪些地方很適合來玩的 太多了 因為高雄的冬天一向都溫暖 事實上不只是溫暖是非常的炎熱嘛 所以其實蠻推薦大家也可以就是 到我們的愛河灣參加東日遊樂園 看小鴨之外也可以搭乘這個渡輪 而且我們也即將會有一隻黃色小鴨的渡輪 然後大家可以搭渡輪到旗晶 那或者是搭乘我們的文化遊艇 那到我們的這個包括漿樂庫啊 然後還有可以搭乘這些到的旗晶 包括吃海鮮啊 或者是看到旗後炮台 或者是到這個燈塔上面 看看不同的高雄愛河灣的美景 那此外看你要來幾天對不對 非常歡迎大家除了這個旗晶 沿城區博二藝術特區之外 也可以往北走 比如說可以往我們的東高雄 美農旗山走走 大家都知道今年這個全國的票選 這個觀光亮點 人數最多的就是我們高雄的旗山 所以可以觀光旗山老街 那也順路到這個美農吃吃美農的客家菜 那在當地也有這個榮獲米其林的餐廳 阿香廚房等等 那非常高雄非常好玩 然後甚至你也可以來泡個溫泉 非常的適合 所以看這個姐姐要跟我講多久的時間 我就會開始 每天一直講 希望大家就是有空來高雄玩就對了 可以到寶來泡溫泉對不對 沒錯 六龜寶來溫泉超讚 像我們來到這邊黃色小鴨 我們就很好奇 今年怎麼會再邀請小鴨回來呢 對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思考 這個高雄燈會能夠怎麼樣推成初心 那同時因為今年剛好是適逢黃色小鴨 在10年前大概2013年來到高雄 首次也是來到台灣來展出 那高雄作為黃色小鴨第一個展出的城市 在當年也引起很大的迴響 那最重要的是這時